你好,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反台会目前正在搜寻前首相慕尤丁的女婿阿德兰的下落 以寻求她协助调查一宗涉及政府部门移工登记计划的摊捕案 反台会今天发文告指出 除了阿德兰,当局也正在寻找另一名叫做曼苏沙阿的男子 根据文告,这两人在今年5月分别出境离开马来西亚 至今没有回国的记录 今年2月,慕尤丁博斥媒体的报道 否认在她出任首相期间将全国移民整合系统的合同交给跟女婿有关的公司 她当时批评这是政府对她的恶意指控 备受争议的沙努西昨天以避免掉入陷阱为由 缺席位于击打双溪大年的大型造势活动 伊党亚罗士党国会议员阿南哈米米昨晚在会场上表示 沙努西在出席了一场吉隆坡的重要会议时 其中一项一决要求沙努西不要在今晚继续演讲 dalam mesyuarat tersebut dibincang beberapa perkara-perkara yang besar dan daripada itu dinasihatkan beliau tidak meneruskan ceramah beliau pada malam ini karena ada perangkap perangkap yang sedang dipercang oleh musuh dan perangkap itu mempunyai kita masuk dalam itu dan dia akan buat sesuatu yang kita tak jangka 今年7月 沙努西因涉嫌侮辱往事 而在煽动法令下被控两条罪 上星期 沙努西也因为对雪州看守大臣阿米鲁丁 抛出白给陈志远600英亩地皮的指控 引来阿米鲁丁和成功置地公司喊告 不过沙努西坚称自己有证据并准备对不公堂 此外 内政部部长塞夫丁纳苏丁 也不断追击沙努西涉嫌西县西土盗裁案 另一边乡 哈迪阿旺表示 如果国盟能够在六周选举获得巨大胜利 就能够撤换联邦政府 他也呼吁 马来选民必须踊跃投票 否则将会失去政治权力 不过哈迪针对投票率的说法并不正确 根据政治学者毕丽杰 去年的全国大选 马来人的投票率达到78% 而华裔的投票率则是60% 哈迪在这场三枚兰的造势活动授寻时表示 虽然存在反跳槽法 但是在联邦和州属层级 依然有更换政府的可能 哈迪当时是在回应 土著团接大树里主席阿姆贝莎 早前宣称仍可换政府的言论 自有今日大马报道 阿姆贝莎表示 尽管国会已经立法遏制个别议员跳槽 但还有各种方式可以推翻既有的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 不过阿姆贝莎没有详细说明有关的具体方式 不过民进党主席张庆幸却反驳 一党总秘书达基友丁早前宣称 如果周旋选情对团结政府不利 东马领袖可能会转向支持国民的说法 张庆幸直言不会支持国盟 更批评国盟所散播的单一种族论述将毁掉国国的多元文化 张庆幸也是旅游部部长 他昨天出席试根庄文旅交流午宴受访时直言 我们沙拉越和沙巴肯定不会转向另外一个政府 这是所谓一党说的我们会过来指使他做政府 张庆幸认为不断炒作宗教和种族课题会让外资窃步 并希望各政党联盟专注在恢复经济 而不是将所有课题都牵扯到宗教层面 张庆幸在屋檐上演讲时除了呼吁华裔选民要出来投票外 也为世根庄远任州议员黄瑞领拉票 我个人感觉到我们有意我们的法律感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一直在推广 担任种族 我觉得真的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们继续如此下去的话 我们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肯定会毁掉 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法伊斯则批评 团结党偏离温和民主主义党的路线 而基于无法解决的分歧 他决定退党 法伊斯今天发文告表示 团结党过去自诩为温和民主主义党 要跟马来极端分子 极端自由主义分子 或宗教极端分子去分开来 然而法伊斯直言 团结党不再强调党领袖和基层斗争的 基本意识形态 甚至一些新进加入团结党的人 从他们过去的政治平台带来了旧有的思维 他接着指控 团结党领导层任由特定集团 操纵雪州候选人名单 导致当地22个区部有9个存在不满 法伊斯也批评 在国盟内伊党并不尊重团结党 他较后接受当今大马采访时透露 自己有意加入公正党 因为公正党的斗争原则符合他的理念 法伊斯是团结党创党初期的领袖之一 并在2020年受委为最高理事 他在上星期曾公开批评 团结党领导层再度委派那些 在去年大选竞选失利的领袖上阵六州选举 被他点名的领袖包括 上阵淡江州席的阿兹敏 以及出战巴都支甲的利纳哈伦等 配合六州选举 Kinney TV和当今大马加拍人寿到前线采访 以便为观众带来周选的最新消息和深度报道 同时为了确保选民能够掌握全面的资讯 即日起你可以免费阅读当今大马上的所有新闻 请扫描荧幕上方的二维码 或点击资讯栏里的链接免费注册为用户 在竞选期间免费阅读所有新闻 此外我们也欢迎你扫描这个二维码 或打开另一个链接 以实际行动付费支持我们 尼克密力挺西蒙和国阵合作 他以中国毛泽东与蒋介石 在卢沟桥事变后握手言和 共同抵抗外敌伪力 提醒选民西蒙和国阵 也需要团结才能够抵抗绿潮 尼克密昨天在石根庄行动党政治讲座上指出 毛泽东和蒋介石虽然有不共带天之仇 但是能够为了抵挡日本入侵中国 而和解联寿 他表示要改口让支持者投票给国阵 确实不容易 但是面对揽势汹汹的绿潮 西蒙和国阵绝不能分裂 共产党跟国民党可以握手言和 为什么 因为大敌当前 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坛也一样 我们现在面对绿潮来势汹汹 西蒙和国阵根本没有分裂的本钱 一分裂就是一条路死路 巫统前最高理事纳兹里 扳机国盟所散播的马来人手押破论 他决言即便行动党在六州选举大胜 首相和州务大臣职位依然会由马来人出任 纳兹里昨晚出席雪州团结政府的 政治演讲活动授询时指出 国盟故意炒作种族课题来谋取利益 而国盟宣称行动党掌控团结政府 以及马来人在团结政府治理下 遭到边缘化的指控其实都是谎言 他质问在马来人为主且存在苏丹的州属 哪个曾有行动党大胜后当上州务大臣的 纳兹里接着以霹雳州为例 解释即便行动党在州议会是最大党 但是最后出任大臣的 却是巫统的马来议员沙拉尼 他说我希望选民了解 1960和1970年代的种族政治 现在已经行不通 我们必须了解 我们马来人根本不曾受到威胁 安华再次搬出马六甲王朝的历史典故 形容阿兹敏是叛徒 寄托西基托 要求雪州淡江的选民 教训阿兹敏 让他输掉选举 安华表示 根据历史记载 寄托背叛马六甲王朝后 遭到马六甲苏丹 除以刺行 阿兹朗尼沙拉尔 阿兹敏则在另一场活动批评安华滥用政府资源 乘坐直升机出席竞选活动 根据光华日报 阿兹敏批评安华作为财政部长 不仅无法治理国家 也没有好好控制预算 只有18%的预算用在发展项目 但行政拨款却占了国家财政预算案的82%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KinneyTV的YouTube 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您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我是YouTubeN 我们再会 Facebook和Instagram